Hello 大家好 我是Coach 今集是有感而發的 我的推動力是來自幾日前 我看見一篇招聘廣告 由於它正導出我的心聲 所以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篇招聘啟示 這篇招聘啟示 是由 McMaster University發出的 它招聘國際學生職業輔導員 在全篇的啟示 最後一段是有這樣寫的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is is a professional position Persons in this role Bear significant responsibility With respect to career and life outcomes And the overall well-being of students 他們的意思是 這是一個專業職位 擔任職位的人對學生的職業 和終生的成果 以及學生整體的福祉 需要承擔重大的責任 這正導出Coach的心聲 知道為學生提供輔導 是任重導演 影響學生的一生 是涉及他們和一家人的福祉 所以絕對不是把教育 變為推銷商品 或是促銷途徑 甚至是誘導他們 遊走灰色的地帶 所以今集的目的是 為一些徬徨、猶豫 或未有機會接觸到 專業輔導的人而設計 Coach誠意地帶你們走回正確的方向 為你們提供一些 可謂終極的Cutting Edge的參考資料 讓你們可以為自己的前途 作出慎重和明智的抉擇 今集的題目是 《2025年最需要的工種和技能》 特別提提大家 今集的資料繁重 所以在螢幕上的字體 顯示得很小 可以在下面找到連結 方便大家得到原文的資料 再一次提提大家 訂閱Coach教育頻道 支持給like 社交媒體分享和留言 多謝! 標榜過去報讀數據的推銷伎倆 是完全害死人的 因為規劃人生是需要對準未來 完全是一個前瞻性的決定 也和其他投資一樣要展望將來 尤其是教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雖然是很老套的說法 但也是事實來的 今日的決定只是一粒種子 需要依據個人的條件和因素 作出最佳的選擇 完全不需要走在別人的背後 問別人的放屁 但這些羊群心理 往往在恐懼和擔憂之中 成為一種social proof 和mental shortcut 幫人克服恐懼 和作為一個心理的捷徑來導航 也是消費者經常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流行的東西都是好的 跟隨人群 讓我們在複雜的環境中發揮作用 複製大多數人的行為 往往被認為是一種明智的適應性行為 但慣性的順從傾向 一定不能用在人生規劃上 事實上規劃等於 預測在收集數據和分析後 作出趨勢的結論 預測未來需求 最重要的環是要確保數據的來源 或分析是可信的 只有最好的來源才值得關注 真相永遠不能被簡化 拒絕運用批判思維 希望其他人為你作出判斷 只會將自己變為受害人 今集和大家介紹一些 未來職業的集群 和一些跨行業的技能需求 所以是Future Job Cluster and Skills across industries 第一個用了基本搜尋職業前瞻的數據 就是加拿大的Job Bank 裡面的Trend Analysis 之前有一集College DIY 我都曾經介紹過 簡單易明 那Coach就嫌距不夠詳盡 第二個介紹就是美國勞工部的網站 US Bureau of Labor 其中一個環節是Employment Projection 就業預測 數據多和精準詳盡 不過可能永遠都看不完 要花很長時間來研究 今集介紹一份是前瞻性的世界就業研究報告 是2020-2015年勞動力市場進化的預測 是一份真正的全球大數據預測 至於研究報告的應受性 Coach首先要介紹一下報告背後的出版人 報告的發表機構是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是由Claus Schwab在瑞士創立的 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NGO 論壇建議全球化的世界秩序 最好是由跨國公司、政府和民間社會組織 組成聯盟來管理 也就是倡議通過大重溝 The Great Reset 和世界重新設計Global Redesign 這些舉措來實行他們的野心 Coach以前都很喜歡參考他們的數據 因為既廣泛又深入 資料精細很有用 但自從他們在全球疫情時高調展現他們的大重溝 The Great Reset的舉措 直接顯示他們是很多國家的深層政府 Claus Schwab並不支持甚至維護他們這些操縱世界的野心 但正因為這樣 要更加知道他們究竟是什麼葫蘆買什麼藥 首先他們提出在2007至2018年 有一些受到自動化影響的高風險的就業趨勢 影響的行業包括機器操作員、法律秘書、行政助理、文字處理、打字員、電話推銷員、檔案員、郵政分類、數據輸入、信息和記錄員、安裝維修工人、 還有一些低技術的建築工具 例如鋪磚 由於這個時間性已經過去了 因為是2007至2018年 所以如果大家仍然朝著這些方向去接受訓練或教育 會很明顯地是大錯特錯的選擇 報告中列出了高風險的就業趨勢 例如法律秘書Legal Secretary 在2007至2018年間的就業跌幅已經跌了30% 行政助理Executive Secretaries和Executiv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就業跌幅是63% 這份報告也指出有很多特定的科技 預期將會在2025年全面實踐 有很多我們都知道它是被廣泛用的 如果有興趣掌握前端科技訓練成為最受歡迎的技術人員 就請大家看看報告中的清單 這份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的連結可以在下面找到 正如大家都會很關心哪些職業會是上升的需求 而哪些會是逐漸適微的職位 以下就分享前20名的上升和降下的職位 跨國需求增加最多的頭20名職位 所以不作翻譯 以免不論不類 第一個是Data Analysis and Scientist 第二個是AI and Machine Learning Specialist 第三是Big Data Specialist 第四是Digital Marketing and Strategy Specialist 第五是Process Automation Specialist 六是Business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 第七是Digital Transformation Specialist 第八是Information Security Analyst 第九是Software and Application Developers 十是Internet of Things Specialist 十一是Project Manager 十二是Business Services and Administration Managers 十三是Database and Network Professionals 十四是Robotics Engineers 第十五是Strategic Advisors 十六是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Analyst 十七是Fintech Engineers 十八是Mechanical and Machinery Repair 十九是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Specialist 二十是Risk Management Specialist 跨行業需求下降最嚴重的頭20名職位是有Data Entry Clerk 第二位是Administrative and Executive Secretaries 第三是Accounting Bookkeeping and Playroll Clerks 四是Accountant and Auditors 五是Assembly and Factory Workers 六是Business Services and Administrative Administration Manager 七是Client Information and Customer Service Worker 八是General and Operations Managers 九是Mechanics and Machinery Repairers 十是Material Recording and Stockkeeping Clerks 十一是Financial Analyst 十二是Postal Service Clerks 十三是Sales Representative Wholesale and Manufacturing Technical and Science Products 十四是Relationship Managers 十五是Bank Teller and Related Clerks 十六是Door-to-Door Sales News and Street Vendors 十七是Electronics and Telecom Installers and Repairers 十八是Human Resources Specialist 十九是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Specialist 十二是Subconstruction Laborers 在一些未來新興的職業的崗位 有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就是通過互聯網的運算方式 共享軟件和資源和資訊 媒體內容創作 即Content Production 市場推廣的報道、寫作、拍片等等 數據和人工智能 Data and AI 數據處理和分析人工智能設計發展等等 工程 Engineering 軟件設計和編寫程式 市場學Marketing 營銷和推廣 人力資源或人事部 新的稱呼是People and Culture 是Product Development 就是產品開發 整個過程中需要用到的不同的崗位 Sales就是營銷方面 包括顧客服務、商業夥伴等等 接下來我們看看這幅圖 它是代表傳統的職業在左手邊的分類 通過一個重整過渡之後 去了未來轉型的目標工作 這裏有8個Job Cluster 剛才我們說過的 Cloud Computing Engineering People and Culture Data and AI Product Development Sales, Content and Marketing 在未來我們是關注技能 不是單單是職業的 因為這些技能 將會可以在不同的行業實踐 亦都不需要一定是轉換職業 或者是再培訓的 因為更新的技能 就會能夠適應多變的未來 2025年最需要的15項軟技能 Soft Skills 第一個是分析思維和創新 第二個主動學習和學習策略 第三複雜的問題解決 第四批判性思維和分析 第五創造力、獨創性和主動性 第六領導力和社會影響力 第七技術使用監察和控制 第八技術設計和編程式 第九韻力、壓力和承受靈活性 第十推理、解決問題和構思 十一情商 十二排除故障和用戶體驗服務 第三第十三服務道向 十四系統分析和評估 十五說服和談判的能力 那怎樣才做到最好 為未來工作做好準備呢? 你自己有沒有裝備好 一些跨領域的專業技能呢? 未來跨領域的專業技能就是 不知到大家的教育和買職 職業準備是否能對準未來的需求呢? 詳細的資料請參與 World Economic Forum出版的 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0 下面就可以找到這個PDF的連結了 多謝你們收看 希望你們繼續支援 Coach教育頻道 如果你有事需要 可以找我們 電郵是infoatcoachedu.com 請你們繼續按LIKE、留言、社交媒體分享 多謝你們支持 拜拜